2月13号晚上9点50分左右 有群众向离水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报警 称离水市区英星楼附近 南明湖水域有人落水了 接到指令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民警赶到现场时 好心市民和附近保安 已向男子扔去了救生圈 以及毛竹竿 正试图将男子拉上岸 因男子个头比较大 身上衣服被湖水浸泡后 重心有些不稳 加上离岸边有一定的距离 救援没能成功 见此情形 民警立即将随身携带的 救生圈抛向男子 同时准备采取 人拉人的方式将他救出 但男子因为长时间浸泡在 冰冷的水里 已没多少体力 两边抱住 抱住 但是因为这个男子体型比较壮硕 然后他自己因为动得比较久 无法出力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尝试了很久 然后都无法成功 撤一下 撤一下 快跑 船来了 船来了 很快 水上派出所水警队员 驾驶救援艇赶到了现场 派出所民警迅速挑上船只 慢慢靠向落水男子 最终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落水男子被成功救起 并被迅速送往医院 据了解 落水男子姓徐 连都本地人 当往饮酒后 前往防洪堤散步 不慎失足落水 目前 徐某经救治身体已无大碍 记者盛卫东 编辑报道